壓力就不能走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剛剛聽了這個很多這個 資深的這個立委 講了很多事了 那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 來了 來了兩年四個會期的 都坐在這邊聽 聽一聽後來就無幾個鐘 那剛剛我們這個 柯總召委員他這個 有講到說 我們這個努力了一甲子六十年 好像還在原地踏步 那當然我們既然 努力了六十年的話就應該有這個使命 要讓他繼續往前走 那如果要往前走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來走 對不起 不要 不要說這個 還是在這邊弄 你看看 我們第一條已經過了嘛 他說本法一憲法第六十一條 規定制定之 你看看 裡面還有一個李學章的版本他說 加了一個中央行政機關組出基準法 但是我們既然已經通過左邊這個規定 制定之啊 說這個中央機關組出基準法 並沒有 說必要條件一定要先 要先來通過 那才來進行這個嘛對不對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不曉得到底 這樣對不對 既然我們第一條都已經講了說是 按憲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 制定之 他們要講到說要按照中央行政機關指制法 來做啊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必要條件啊 那如果真的是必要條件的話 我們再來談嘛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 第二條這個也通過了嘛 那我們先進入第三條 那結果如果說我們這個 國民黨黨團的意見或是民進黨黨團的意見 那是不是他們 事先整合好 那再來這邊談 我們 設這個委員會就沒有用啊 既然是事發委員會 那要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前後三次 前面已經兩次了 也沒有什麼討論啊 坐進來一下子 回去啦 然後這個第三次又來了 我以為這是應該有一點進展嘛 也沒有 好像是看起來大家都意見還很多 那是不是乾脆我們等一下就坐下來 在這個地方大家先聊一聊 怎麼樣來讓他往前走嘛 不能說 每次來 都講一講啊這個知識體大 我六四點都沒有走 那你不可能再一下子就把它弄完 這樣子好像變成我們這個委員沒有什麼作用啊 到這邊來就坐在這邊看 我也沒有說 這個這個得到什麼真正的那個 那如果我們永遠都不往前走 那永遠都是牛步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既然 我們是 利瓦燕的委員嘛 我們不要 讓利瓦燕 這個這個很多事情在這個地方到最後都無疾惡中 這我自己目前所碰到了 我的想法對不對我不知道 但是說 在這個地方請教各位前輩 你們有什麼好的方法 讓這個繼續來往前走 不要說 老師在這邊講講講講到最後 又沒有又回去了 搞不好下個會期 我又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又沒有了 這個只是 我們這個新進來了 不懂但是呢 請各位 這個這個 指導一下怎麼樣來讓這個 好好的這個討論 好我就發表到這邊謝謝 好請潘二剛